主席 主委同仁 主席 主委同仁 我們可以請中研院院長 請院長 對不起 中研院所有的官員 大家早安 中研院的 預算 一年是多少 大概105億 左右 102年是 105億啊 那是98年的 102年是136.7億 國科會 在98年424億 佔中研院的 大概是中研院的4倍 到了102年國科會 只有461.2億 不到4倍 委員可能把那個202的 那個 不管怎麼樣 這個不管是工程不工程 我意思是說中研院的預算 佔整個國家科學研究的預算的比例 是相當高的 對不對 對 中研院有多少位 這個研究人員 大概8000位左右 有8000位 在編制內的呢 編制內就 研究員大概 將近900位 900位 對 我看了這個報告 900位 我這邊看到是1253位 不曉得這個到底這個中間的數據 這個報告行政的話 行政125位 125位 不曉得你們的預算到底怎麼編的 我重新要以後要好好的去檢視 從8000位變成1200位 這個我以後再檢視 中研院的成立的宗旨是什麼 學術研究 主要是 我這邊說明一下 蔡元培先生說 不是說啦 實際上我們的法律 中研院的這個法律 講得很清楚 是中華民國最高的研究 學術研究最高機關 任務 第一項 叫做人文及科學研究 第二項 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 第三項 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 我看了一下這個報告 我看不懂 整個的人文 的貢獻在哪裡 我記得印象中 我對於中研院在如果說是 我很小很小的時候的印象中 那個時候我們的歷史 研究 好古學的這個中 甲骨文的研究 我覺得我們都是世界一流的 為什麼這個報告裡面看到的 已經完全沒有我們 人文的這樣子的研究領域的貢獻 這個學這個這篇文 這個裡面寫的人文及學術研究 人文及科學研究 人文還在科學的前面 社會變遷的這麼厲害 台灣的社會變遷的這麼厲害 我們更需要做好人文社會的研究 為什麼 我在中研院的整個研究的這個報告書裡面 只看到零零星星的研究人員 對於不同的人文領域的一些文獻 創造的一些文獻 但是我看不到一些具體的 有效的 一些做法 或者是一些 一些積極的建設 我們要建立全英語系的 什麼什麼東西 這是中研院成立的宗旨嗎 我這邊在說 我不是在責備 而是說不要忽略掉 君子物本 我們在技術 我們在研究領域上面的這個優越性在哪裡 就是要找出我們的特質 為什麼那一條系統的傳統的這個研究的能量不見了呢 為什麼我們不能在這個領域上面做出很多很多的貢獻 為什麼我們不在這個報告書裡面看到 我們在這方面的強烈的一個 在全世界的這個學術領域的優勢呢 為什麼我們要找一群外國的學生跑來在我們在這邊研究的都是用英語研究的東西呢 我真的再請問一下 今天重視我們的中研院的社會研究的領域是相對的弱勢 但是我們面對很多的社會的問題 都要反請中研院 特別是像院長你這樣子的一個學術上的這種領導人啊 來發表意見 包括我們的立法委員也剛剛也要求你發表意見 譬如說核電好了 我們對核電啊我們的態度是 執政黨你要給我確保核電安全 在野黨你要給我提出建設性的硬件 那你這邊當記者當媒體在問你說 你對核電的看法的時候 你的說法說明是剛剛也在這邊說明 同樣的說明是說確保核能安全 要有能力研究處理這個核廢料 我所關切的是 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 當然根本不要談核電 我們現在應該把核一核二核三全部關掉 上萬噸的核廢料應該立即想辦法把它停止再再次製造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果核電真的關掉了 沒有任何核電 這個時候就需要中研院的智慧了 你的constructive opinion是什麼 台灣的未來的經濟發展的前途在哪裡 你應該替在野黨找出路子啊 我是呼籲我在立法院不斷的呼籲在野黨要找出路子來 你把核電廢掉我也支持 我們都支持 但是我們一起努力用正面的態度來面對我們所處的環境 所處的所面對的問題 我們找出台灣經濟發展的前途啊 那為什麼我看不到中研院有這麼多的人力 找不到第一個認定核電是安全的這個問題 你們也可以提出非常強而有力的證據說 核電絕對不安全 中研院的立場站在國家學術良心的立場 我們應該終止 我絕對支持 可是在另外一方面 當你要提出這樣子否定的一個結論的時候 你也應該提出正面的一個建議 而且這個建議應該要強而有力在社會上去鼓吹 就是我們該如何 在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核能的環境之下 我們去走向台灣未來的經濟發展的一個出路 而不是一個評論式的一個像立法委員一樣 一個評論式的這樣子的一個語言 你們都是研究人員 我自己一個人拼命在想辦法不夠 我們需要所有智慧的社會的知識分子一起來想辦法 台灣怎麼走下去 同樣道理 你對於十二年國教媒體也在詢問你對十二年國教的看法 你講的也非常的中肯 你認為十二年國教免學費政策將充值叫技职體系 我也同意 院長你講的話我都同意 但是我今天的重點 質詢的重點是 作為知識分子 我們不僅是要做評論 我們要拿出意見 我對於你的農業政策 雖然社會有很大的反彈 特別是政治人物有很大的反彈 因為涉及到選票的問題 但是知識分子的良心 就是從中研院一開始設立的時候 他所關切的人文及科學研究 這個人文啊 他就是關心到社會 關心到我們生活的環境 所以我在這裡啊 有個懇切的建議啊 不曉得中研院院長 你可不可以在思考你的研究方向的時候 特別對於人文社會領域啊 多做一點 多琢磨一點 而不是這個國家生技園區 國家生技園區這個問題 我們已經講了很立場已經很明白 這個不必多談 我們說的是 你應該要關心我們的社會的時候 要拿出具體的作為的建議 有你這樣子的一個領指標的作用的時候 我們這些 這些世俗凡子 這個世俗上的這些凡夫俗子啊 在這邊彼此在鬥爭的時候啊 還有一盞明燈在那邊 現在台灣是沒有明燈啊 不曉得院長 你對於中研院的發展啊 你的態度 你的看法是什麼 非常感謝李委員的建議啊 我覺得 這個我們要非常 深切的去思考 中研院教員辦人的角色 那對於能源的問題 其實在2008年的這個建議書啊 怎麼樣去發展替代能源 是有一些著謀啦 那我們30年來 這個能源政策 一直沒有 仔細去思考這個替代能源 怎麼樣去投入 那假如30年來我們在這一方面 有好好準備的話 今天的情況可能是不一樣的 那在2008年我們那個建議書 那在2008年我們那個建議書 其實是有 有談到哪一些替代能源 適合台灣發展 那但是技術上的層面 還有問題 所以必須要投入研發 所以30年來假如我們有 有做好這一些準備 可能今天就不會 有這種 這麼擔心的情況出來 那人文的事情 我非常非常同意李委員的看法 我很高興 我認為 我們知識分子要有反省的能力 我們看到的問題 第一個人文的研究 它是要去找到我們社會所面對的問題 找到了這個問題 我要去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把資源用在這個上面 包括我們整個科學領域的研究 重點放在這上面 就像您剛剛講的 能源是個問題 就是應該是你的研究的重點的方向 資源應該放在那邊 而不是在這邊我看到的 都是一些虛名 做一些國際研究的活動 我們得到了什麼 人民得到了什麼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的建議 中研院只要有個院士會議就好 其他全部打散到各個大學去